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困难的是出版商觉得因为我没有名气 我没有办法保证他们的销路 当我没有办法保证他们的销路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兴趣的 因为杀口生意就有人做 虧本生意就没有人做 他们怎么说呢 我理解他们的就是印了一本书出来 第一印就要钱 你放在书店里卖 其实都要钱了 书店都要交租的 书店卖一本好买的书 我这本没人买的书放在那里 我就阻止了一本好买的书的位置 甚至连全仓的仓的位置 书店都要付钱去租的 所以我不怪书店有这么多商业的效率 我完全不怪书店 我很明白他们的样子 我要乖乖乖乖自己 只懂得写不懂得推广 但是你都写了很多本 你有什么动力令你继续写下去 因为要彻底解决抑鬱病 抑鬱病害死了很多人 而且它令到很多人非常痛苦 所以我写书的动力就是要彻底解决抑鬱病 你觉得写书也有一些病友会找你 虽然社会的回响就好像暂时都不是太大 那些人就会不了解 究竟抑鬱病会对你平时日常的生活 工作有什么影响 它影响是很大的 很多人因为疫苗病要离开自己的工作 包括我自己 我在2005年的时候 2005年我是大概31岁 31岁之后我就没办法再正常工作 我都要转做兼职的工作 然后2009年我连兼职都不回家了 所以医疾病对于病人的伤害是很大的 第一是令到病人没有精力 很累很累 我相信就是跟睡觉的问题是很大的关系 因为医疾病我自己医疾病之后 睡眠失调 晚上是失眠 早睡觉到时间越来越早 最初可能是6点 接着5点 接着4点 接着3点 你晚上睡得这么差的时候 你白天就没有精力了 而我在上班后期的时候 我是日头喝睡 在昏昏欲睡 在昏迷的边缘底下 是很多很多的时间 甚至乎因此去开会 我真的在会议里面 是中那个眼份 有没有被这些同时的上司骂 有很多不屑的目光 很多这些事情令到我自己 人家没有当面去骂你 但是自己都觉得很羞耻 很羞愧 觉得自己很无用很无能 在工作上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刚才说的 我摸索到一些抑郁病的病理 其中一个抑郁病的病理 就是患了抑郁病之后 我们在那个深陷的位置 其实是会出现一种阴隐同彩 所谓阴隐同彩就是 它是很阴隐濕濕的 很不明显的 隐隐藏藏的 它那种痛楚是 你可以说是轻微 它轻微到令到你不压力 令到你不防备 令到你没有了一种 很专注去关注它 的一种的关注注意力 所以它是在深刻的情况下 影响着一个病人 但是这种阴隐痛楚对病人有什么影响呢 在它强烈的时候 它会带给病人很大的惊恐的感觉 而第二样的就是看它不是那么强烈 因为你的思想都很混乱 第一就是因为你完全是不察觉 你是在受影响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你正正就是身处那种情况 所以那个病人是很难将这种状态描述出来的 你可以幻想就是当你身处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 你本身已经是一个很低的能量水平 很累 随时在昏迷的边缘睡得不好 然后你经常在一种空虚焦虑不安 甚至乎内疚的心理状态下去应付你的日常工作 其实是很多时候很容易撞板 很容易是没有办法完成你手上的工作 而无形中就是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 给到你很大很大的挫折 再加上你的挫折不是纯粹来自你的工作表现 你的挫折可能是来自你身边的同事 给你的压力 甚至乎是攻击 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知道始终在这个社会 因为你要这么做 要有收入去维持他的新计 但是有病的一个问题 第一别人未必对你特别 他了解很多的误会误解 第二就是是不是连新计都会出现他的问题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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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当你做不到工作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收入了 你也未必那么容易申请到残疾津贴 当你有残疾津贴的时候 也未必真的令到你有一种有专业的生活 其次就是我刚才说没有收入 在没有收入之余 如果还要花一笔钱去看医生 去应付你的病 这条数据就是一减再减 令到很多病人的财政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可以幻想 如果你身上的责任是越大 你这种的压力的处境 财政压力的处境是越严重的 而相反就是你可能轻松一点 那你这方面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就是绝对是大家可能会想象到 再加上新计等等 可能会令到一些病情 都未必那么容易地康复 傅政司 你也希望写了七本 现在写了五本 在写的过程 写书的过程 会不会都是一个治疗和治疗 治疗就是医治的字 第二个字就是自己去医治自己的字 是不是也算是这样的过程 绝对是 绝对是 尤其是我开始用日记去写的时候 开始用日记去写的时候 我除了是纯粹去写 纯粹去想重整抑郁病的过程 我无形中 我还可以了解了那种的病例 为什么我当时会这样病发 我是受着什么的因素 影响到我当时这样病发 这样做法 所以对于我来说 完成了这五本书的过程里面 我已经是更加了解 我过去三十多年患病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当我了解了患病经历之后 我对于过去 我就更加不会再沉溺在过去的问题里面 我对于自己的脑袋里面 我是疏离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语言 因为我不是抹去过去 而我是从过去了解我自己的问题的 从过去了解自己 甚至要了解自己的将来 写了这么多本书 而且你都身处海外了 有没有觉得在海外和香港去比较呢 社会上或者在公共资源上 对疫苗病患者的那个 不要说帮助 亦都没有去照顾 投放 你觉得有没有分别呢? 在外国这里 始终我也是专注写书 我是少接触英国的情绪健康 精神健康的服务系统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 在英国他们用的治疗方法 正统的治疗方法 正统医疗系统里面 他们提供出来的治疗方法 是多元化的 甚至乎药物都不是一个主流 所以如果回到香港的情况 香港的情况就是 因为食药太方便了 你几复杂的问题 你来到医生那里 你都不用说 吃药吧 吃药的时候 未必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可以写着你的问题 写藏着你的问题 好不好一件事 吃得你好不好一件事 但是就是 令到你没有那么大的波动 所以在香港来说就是 正如我自己写书的角色 香港其实最需要的就是 多元化的治疗 那个用法 还有怎么说呢 香港 就是连一般 我们说基层的人 基层的工作 都是非常之严可的 那么 面对着 情绪病的病人 似乎 似乎 在医疗系统里面 都给不了很多他们 所谓给不了很多是什么呢 就是 OK 政府是有精神科的门诊的 亦多了很多的服务 但是 你去到看医生 其实最多是见15分钟 再多一点都没有 因为医生很清楚 就是他那天排了可能是 三四十个症 那么他那天就要完成这三四个症 看一个病人 看多一个15分钟的时候 最后那个病人 就真的要退遲 退遲时间了 总是医生想 不介意多看一些时间 但是排在后面那些病人 他们是会 会鼓躁的 会鼓躁的 那种情况就是这样 甚至乎在香港 很多病人 想觉得自己不行了 要入院 真是想留院 在医院里面 教育也好 怎样都好 他觉得 这件事已经是他最后的 可以做的事 但是他想入院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我也有一位病友 他曾经就是 已经自己去到急症室 但是都没有办法 说服急症室的医生 让他入院 嗯 而另一位病友就是 去到急症室 在急症室那裡 跟医生 叫救命 差不多要在急症室自杀 跟着那个医生 是要报警 由报警 由法庭再申请 那些 类似是入院令 是这样搞到去入院 就是 是可以这样的 所以 整体上 香港 对于基层的医疗 你说 没有 不是 有 但是 是很严峻的 他们那个环境 他们那个 他们拿到的那个服务 是 真是最低限度 那么 副证师 最后想问多一条问题 如果是一些网民 病友 比如说 看看你的抗病症 或者想联络一下你 和你去聊聊天 有什么方法 Facebook PM我 我想这个暂时 副证师 副证师 是吗 副证师 或者抗病症 抗病症 那就可以了 症就记住 大家进去燃止边 燃止边那个 是的 就是一个记录 一个抗病的记录 嗯 都很感谢 副证师 希望大家 虽然 这个不是一个很长的访问 但是大家都尝试去 听了之后 都可以 给身边的朋友 再听一听 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尝试去接触 希望可以做 最少尝试去做这件事先 喂 我也多谢林先生 就是访问那些医生 那些医生都很乐意去说 但是访问病人的自救这方面 我想林先生 你这次真的帮了我们很多 除了医生那些所谓正统的做法之外 我们应该听更加多病人 他们亲身的经历是怎样的 嗯 多谢林先生 好的 大家都记住 去副证师 或者打抗病人 好 我们今天时间都差不多了 希望你在海外的生活都可以安稳 好 大家这么说 大家都要继续努力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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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好